外籍高层团队接连离职,却丝毫不妨碍为梦想窒息的观感司令贾跃亭继续上演爽辣的戏码,而被坑惨了的恒达,也打响了反击保卫战。 前日,恒达健康HK 0708发布公告,对贾跃亭的违约行为提出全面反诉,同时在开曼群岛道法院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贾跃亭提起诉讼。 公告透露,贾跃亭强行赶走恒达委派的出赛员,强行阻止恒大财务人员进场进行财务审查,造成恒大无法窒息FF的财务状况。 对此,FF回应称,恒大拒绝付款跟FF赶走他们的出赛是两码事。 FF是因为恒大为约拒绝付款,导致协议失效,所以在香港提交仲裁,然后再让出赛离离开。 只是有个先后顺序,广东商店律师事务所毛彭律师表示,贾跃亭此举不仅是对于恒大权力的侵犯,更是对于公司股东甚至投资者权力的粗暴践踏。 现在双方的纠纷正在仲裁阶段,在结果未出之前,恒大的股东权益依然受到法律保护,继续享有财务审查,以及向FF为派出纳员的权利。 假月停单方面宣布协议无效,借故赶走股东派出的出纳,实际上构成违约。 根据公司法规定,恒大作为投资方享有财务知情权,又权对FF进行财务审查,并获取所需的财务数据。 而FF在回应中表示,多次向投资方提供完整合专业的财务报告,详细的恶爱财务信息,事实果真如此吗? 据知情人士透露,FF向恒大提供的财务报表,均是笼统的概括性数据,并无具体使用明细,完全不符合财务报告标准。 同时,FF至今尚未向恒大提供2017年,以及2018年上半年的审计报表。 有人说,有着强烈控制欲的贾跃亭,做出这样的卑鄙行径并不稀奇。 他做人做事先奉的理论是独断专行,FF只是贾跃亭实现梦想的工具。 贾跃亭要的不是FF可以生产电动汽车,而是FF在自己的带领下,可以实现骑造车梦想。 重要的从来不是FF的前途,简单来说就是他享受的是掌控一家企业的快感,而不是见证一家牛逼企业诞生的成就感。 报道着,乐视网即将在23号,就公司经营情况,等照开投资者说明会。 不出意外同事会宣布复牌日期,而今天周鸿一接受某节目采访时,狠狠地diss了一下贾跃亭,别人是五个茶杯三个改,他是十二个杯子就两个改,对他寄予欺认的人纷纷离去。 所以贾跃亭将希望放在新融资方身上,但是在融资过程中,贾跃亭又显示出了几本色。 周鸿一评价贾跃亭,无论一个创业者有多么伟大的梦想,有多么高远的志向,他都不能够抓自己的头发,把自己拽离地球,他都不能违背一些商业规律。 绝大多数企业不是死于饥饿,而是死于欲望。 贾跃亭能做出此的丑陋行径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,乐视期间,他一边贩卖梦想,用其大声开花饼圈钱,一边去步步为营地掏空乐视,按照套现用计117亿。 此后乐视帝国奔派,贾跃亭及其关联方单单金融机构欠款也过百亿,被拖欠的供应商欠款超20亿,共有超18万乐视股民因贾跃亭蒙受损失,人均亏损超15万。 包括恒大在内的两位地产大佬,两位中国首富,21位明星,三家银行,11家券商,21家公募,29家私募,中国籍大致名资本系,都被贾跃亭坑惨了。 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,贾跃亭兰涛苦主门的越洋诉讼轰炸,海外逃债之路也终将被终结,到时贾跃亭续尽失,又官司查身,怕是在无投资者敢为其梦想窒息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